朱元璋最可怕的对手 从一介书生到一方霸主 是起义军中的变形金刚 他就是一代萧雄陈有亮 杀人不眨眼的筷子手 朱元璋都怕他三分 陈有亮为什么这么可怕 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 沐渝来给大家讲讲 这位起义狠人陈有亮 陈有亮崛起 公元1357年 陈有亮杀师傅尼文俊 向徐寿辉递上人头 成为天丸帝国的头号大功臣 陈有亮能够走到这一步 可以看得出他杰出的才能 他有头脑有计谋 能文能武 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与陈有亮相比 他的老板徐寿辉差的不是一点点 徐寿辉空有一副好皮囊 并没有什么才能 手下的人都瞧不上他 陈有亮就是其中之一 尼文俊因为不甘在徐寿辉之下 所以计划推翻徐寿辉 但是事情败露 死于徒弟陈有亮之手 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这样看来 陈有亮和尼文俊 应该是同道中人 为何不强强联手 反而来此一波 俗话说得好 一山不容二虎 这两人合力把老板弄死之后 谁当皇帝呢 两人都有野心 又将是一场大战 想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 陈有亮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了 只要除掉他的手下 就可以架攻徐寿辉 第一个就是赵普胜 赵普胜很快就被戴上了 谋反的帽子 其他名教兄弟见识不妙 都投奔了朱元璋 陈有亮挟持 徐寿辉攻打朱元璋 徐寿辉为了保命 把权力都交给了陈有亮 暂且先放他一马 只是暂且而已 陈有亮不会在枕边放一个定时炸弹 徐寿辉是活不长的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陈有亮在攻下朱元璋 占领的彩石城后 设了一个鸿门宴 邀请徐寿辉到武通庙拜神 徐寿辉平时酷爱参加这些活动 所以按时应邀参加了 徐寿辉没有想到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他冒着大雨来到庙中 陈有亮站在窗外 并没有迎接他 气氛不太对 徐寿辉连忙称赞陈有亮 马上就要攻下应天了 都是爱轻你的功劳 陈有亮依然没有回头 只是背对着他说了一句话 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听到这一句话 徐寿辉一时间汗如雨下 他把皇位拱手相让 只为保命 陈有亮用死亡般的眼神看向他 徐寿辉听到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 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中活下来的 陈有亮说完这句话后 命人敲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随后在武通庙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汉 年号为大义 他是明目张胆的不讲道义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这样可怕的人 唯独朱元璋才能与之对抗 朱元璋在攻占应天后 非常的低调 可能只有元朝没有把他当回事 东边的张世成和西边的陈有亮 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 当时的陈有亮实力不足 所以没有对朱元璋动手 应天是一块富饶的地区 商人出生的张世成早就看上了这个地方 先向朱元璋发起了攻击 朱元璋刚打下应天不久 还没有喘过气来 张世成就三天两头不断来战 军队的兵力和战斗力都跟不上 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朱元璋准备和张世成谈和 他写信给张世成 信中表达道 大家都是苦命之人 何必相互为难 两家停止战斗 和平相处 朱元璋这样做 不是想和张世成联手攻打西边的陈有亮 是为了防止两线作战 张世成也不是好骗的 他算出朱元璋来信之意 一口回绝了朱元璋 还大放言辞 要与陈有亮联手一起消灭朱元璋 既然不能成为战友 那就只能成为对手了 公元1356年 张世成大举进攻朱元璋占领的镇江 朱元璋也不是吃素的 早就有所准备 他派出大将徐达和猛将常玉春出战 双方展开激烈大战 张世成的军队节节败退 在龙潭大败与朱元璋军队 常玉春一路追赶败退的残军 一路追打到宁国 猛将常玉春拼死战斗 一举拿下张世成 张世成军队不比朱元璋差 在军队数量上还占有优势 只怪他对上了常玉春 朱元璋和陈有亮正面对战 除掉张世成后 西边的陈有亮也崛起了 正在虎视眈眈的望着朱元璋 陈有亮可没有张世成好对付 他可是朱元璋称地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由于陈有亮太难对付 朱元璋针对他做了多个方案 先攻打张世成 还是陈有亮这个问题上 朱元璋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谋臣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众人都认为应该先攻打张世成 朱元璋却不这样认为 从张世成和陈有亮的性格分析来看 先打张世成的话 陈有亮一定会出兵支援张世成 这样一来 一个都除不掉 不仅会拉长作战时间 战争还不一定会取得胜利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张世成先向朱元璋发起进攻 陈有亮隔岸关火 朱元璋除掉张世成 也是帮陈有亮除掉一个大麻烦 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大战终究会来 公元1359年 陈有亮已经除掉徐寿辉 完全控制了徐寿辉的起义军 陈有亮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 他军队不仅战斗力一流 而且兵种非常齐全 军队人数也比朱元璋多 水军是陈有亮的一大优势 朱元璋和陈有亮占领的地区 分别在长江上下游 水战是避免不了的 朱元璋的水军非常弱 陈有亮在长江上游 朱元璋在长江下游 在地理位置上 朱元璋非常不利 如果在水上和陈有亮作战 完全被没有胜算 在决战爆发前 一定要制定好作战计划 只有和陈有亮在陆地上作战 才有机会取胜 就在这时 长玉春出了幺蛾子 得罪了最好面子的陈有亮 给朱元璋带来了大麻烦 朱元璋在大战前 再次派出长盛将军 长玉春和大将徐达 攻打陈有亮占领的池州 长玉春打败陈有亮军队 并俘获三千人 他没有经过朱元璋的同意 直接斩杀了这三千人 留下几个活口回去报告陈有亮 由于长玉春是杀成性 喜欢炫耀展现自己 把陈有亮彻底激怒 陈有亮最恨别人瞧不起他 这就是在赤裸裸地羞辱他 不争馒头争口气 陈有亮带领他的水军 目标直击朱元璋都城应天 陈有亮的水军行军速度很快 朱元璋得知陈有亮率大军来战时 采石城已经被攻占了 陈有亮打仗从来没有作战计划 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一名将领 和这种人作战最为头痛 采石城被攻破后 应天的最后一道防线太平很危险 太平城内没有重兵把守 陈有亮的汉军速度太快 根本不给朱元璋机会 朱元璋还没有把军队调到太平 陈有亮的水军就巧声无息地拿下了太平 可以充分看出他舰队强大的实力 太平被攻破 应天就像没穿铠甲的将士一样 失去了唯一的保护 应天对陈有亮来说是在必点上 只要把朱元璋除掉 天下就在陈有亮的手中了 朱元璋只有一万水军 和陈有亮相比简直不堪一击 还会有转机吗 天无绝人之路 上天给朱元璋送来一个人 这人就是明朝第一神人刘伯温 刘伯温精通天文地理 可是这个人很难请来 朱元璋派部下孙岩去请 最后才得此人才 刘伯温在朱元璋军中当起了军师 应天失守后 朱元璋又召开紧急会议 几句谋臣商量应对策略 大部分人都建议放弃应天 不断抱怨长玉春的作为 都在讨论陈有亮的汉军有多强大 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 这些谋士在关键时刻都派不上用场 朱元璋看着这群人 完全失去了希望 这些人只贿赂井下时 临阵逃脱 他们其中的人应该都物色好了新的老板 准备去霍霍下一个 这时 刘伯温站了出来 他平时沉默寡言 到了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比起那群过躁之士 不知道强了几百倍 刘国温起身不是直接提出建议 他先斥责了那些提议投降和逃跑的人 胆小如鼠不能成大事 他认为陈有亮骄横轻敌 我方水军没有和敌方作战的可能 应该射圈套将对方引到陆地上来 采用伏击战 这样打败陈有亮就非常容易了 他先稳定住这群想要逃跑的人 再分析战争形势 告诉他们陈有亮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这招非常管用 这群过躁之士立刻哑口无言 朱元璋也十分欣慰 不愧是好不容易请来的 刘伯温勇敢而且临危不乱 朱元璋又看到了希望 面对强大的陈有亮 他选择在应天决战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失误 确定好作战场地后 朱元璋召集谋事商量作战对策 一大波建议开始输出 有人建议先把失去的太平攻打回来 有人建议直接攻打陈有亮 朱元璋听得云里雾里 他听完意见后 自己在大脑中整理分析 他认为先攻太平是不现实的 太平一手难攻 就算攻打下来 不一定能够守住 也不能直接和陈有亮硬碰硬 贸然出战会陷入被动 朱元璋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选择了龙湾 回到了刘伯温提出的伏击战 朱元璋考虑到陈有亮的水军 实在太过强大 他认为应该把陈有亮 引诱到陆地上作战 这样取胜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陈有亮的水军 一路沿着长江之下 在这条水路上 唯一的阻挡就是江东桥 这座桥是一座木桥 位于南京西城的三叉江上 选择龙湾为最终决战点 陈有亮到达龙湾 没有办法通过江东桥 只能上岸 朱元璋只需要把军队 埋伏在后方山上 选好伏击点 等待时机成熟就行 只有这个方案最保守最有效 朱元璋选择在龙湾埋伏高级将领 这些将士都是陪他 从豪州打到应天的兄弟 都是他非常信任的人选 大家听后都一致同意该方案 方案可行 抓紧时间落地实施 陈有亮可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怎么就能保证陈有亮会走规定好的水路 他为什么要放弃水路去打路地战呢 这就得看朱元璋的套路了 康茂才这个人至关重要 他就是诱敌深入的第一步 康茂才原本是陈有亮的部下 后来投靠了朱元璋 他在朱元璋的安排下 一直和陈有亮互通消息 这就是谍中谍 在陈有亮攻下太平南下时 康茂才就传信给了陈有亮 他信中说朱元璋大势已去 自己想要重新回到陈有亮 会暗中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 康茂才建议陈有亮走水路 然后约好在江东桥会合 他会先将木桥一开 让陈有亮畅通无阻 直接南下到南京城下 陈有亮高兴地回复了康茂才 并承诺在战争胜利之后 一定会好好奖励康茂 收到回复之后 朱元璋命人在江东桥 迅速赶出一座石桥 进一步保证了陈有亮上岸的几率 他命徐达 长玉春等大将 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之上 等到汉军进入圈套 就开始攻打 朱元璋自己带领一支部队 埋伏在战略最后方的狮子山上 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 他以挥旗为信号 红旗表示 敌人已经到达圈套之中 黄旗表示全面进攻 出发之前 一定要鼓舞一下士气 一般就是老大在上面说 将士在下面听 看看从前再说说 未来之类的话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陈有亮的到来 朱元璋能够打败陈有亮 不是靠侥幸 他的军事才能非常出色 陈有亮完全落入圈套 发现自己中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朱元璋的军队从四面冲出来 陈有亮的军队瞬间溃散 陈有亮知道大势已去 挤到一只小船上逃走了 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有损失 就将陈有亮全部击退 陈有亮这个人虽然可怕 但是骄傲轻敌 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朱元璋抓住这个突破口 一举消灭了他 陈有亮的军队的确强大 只可惜他遇到了朱元璋 陈有亮大败 天下最终与他无缘 朱元璋